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又是我 Jason 今天到5月5日星期二 MCO行動管制令第49日 好 我們好像報新聞一樣 我們先看看今天的疫情走勢 今天新增30 似乎是近整個月的最少數字 6383至6300多 康復出院有83個 比例上死亡個案有1個 其實大家經常說話 不用太驚訝 亦不用太興奮 看看今天30這個數字 有23個在吉隆坡 我見有些人分享 當中30個有20多個都是外勞的個案 好像有6個是本地個案 所以接下來本地個案會傳染的 應該已經控制範圍之內 反而是一些可能是境外進來 又或者是一些外勞 他們的個案反而是一個 接下來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MCO行動管制令 現在算是一個有條件的行動管制令 在聯邦政府已經宣布了 昨天開始 各大州屬未必跟 有些州就開始跟 檳城還未開始 他又不是完全未開始 他只是開放一些工廠 或者店舖方面 他未開始跟 因為我今早已約出去 我今早已去比較遠的地方 我已經超過10公里 因為我今早要去 去Optimus 要檢查眼 本身我眼去覆診就是三月尾要做 那時候因為MCO 三月尾 所以他幫我約 再改到四月中 怎料MCO繼續延期延期 再約下約下約做 變成今天早上去 我今天出去 已經發現 檳城的路面 都沒有了 平時我出去 都會遇到兩個 甚至三個 今天出去是完全沒有 沒有了 沒有了 路面上 就多了車 但是檳城還未開始有效地去開放 所以大家要留意 接下來這幾天 我相信檳城的路面 就會多了車 人流有機會多了 看看這幾天 檳城政府和州政府 如何決定 8日開始之後 SOP的工廠如何復工 店舖如何營業開始 現在聯邦政府宣布了 不會再有限制 就是之前在MCO期間 十點後 你不可以出街 路面上你不可以看到有車 他會抓 現在他取消了限制 我看到今天警方也有宣布了 十公里的限制也取消了 這是檳城今天暫時的最新更新 看來似乎5月12日之後 MCO也未必會再延續 有機會12日會是最後一天 13日會有很大機會 不敢說全面解封 因為始終 我想入境人士應該還未能入境 他先搞好馬來西亞內部工廠 經濟 店舖 先穩定 確定 才會開放給外國人士入境 如果是香港的朋友想 想盡快過來 例如做MMTH 做Addorsment 做整個簽證 或是他過來試刷環境 我想大家要再等一等 另外還有一件消息 就是關於馬來西亞 中央銀行宣布了會減息 2.5%來減到2%來 即是減了0.5% 也挺多 因為之前經常會有香港朋友問 我可不可以放夠錢做定期 收息可以當一個收入 穩定收入可以在這裏 日常洗費都可以 本來都還可以 我們經常都會和大家說 你可以想一想 但現在他這樣減息 所以這方面大家就要考慮清楚 我想放在這裏 食息地過活的話 隨便放很大塊錢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有點危險了 看來應該短時間之內 顏色都應該不會上去 因為他始終都要刺激 刺激經濟減息是其中一個方法 吸引更多不同的外來投資 進來擺錢 即過來投資 變成他們的利息少 他們就會相對吸引一些 所以這方面 大家可能要再考慮清楚 如果你想依靠這個 放著一個定期在這裏 用利息來做一個收入的話 另外有一宗本地 檳城的新聞 這個雖然 可能香港朋友會發覺 本地新聞關於什麼事 其實都和大家有關 如果大家想著會過來 檳城這邊移居的話 那是什麼事呢 因為聯邦政府就宣佈了 5月4日開始 就可以開放去解封 有條件去解封 但檳城州政府就不肯跟 變成他就給了一個 叫做阿芝敏 這個應該是貿易部長 經濟貿易部長 因為始終你不解封 變成了很多廠 或者店舖不開 這個就和他的經濟貿易有關 他就在這裏 我似是兇他 一類似兇他 就說你不可以不跟 我有機會用法律 法律的途徑去訴訟你 當然我們這邊 檳城的州政府首長 曹冠友 他就一點都不怕 他就說為了檳城這180萬的人民的健康著想 決定這一刻不跟 他說我不是不開放 只不過我是遲些 等多幾天 等我們制定那些SOP 等大家適應 慢慢適應那個環境 就是那個情況 因為大家始終是 困住了在家裡 你始終都要step by step 可以做這件事 就不是說一下子就去做 他有解釋的 他也說已經不怕 就算你用法律途徑去訴訟 他也不怕 他說都準備好 Come on 都挺英 這個就是一個為人民去 著想的地方首長 當然是 檳城的人民都 其實挺幸福的 因為始終聯邦政府 如果他宣布5月4日開始開放解封的時候 都幾多人都不太想 就算他開放他都 那些人都害怕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臨時 5月4日就開這個不止什麼原因 當然是有他 有原因 我想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因為現在是採戒月 和快要開採截 第二就是因為始終對經濟有影響 你再不開的話也有危險的 但是一下子去開 我覺得始終還是要差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馬來西亞他們聯邦制 聯邦政府制的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州政府有權不怕聯邦政府 可以不跟他們 之餘 聯邦政府還可以用法律途徑去做訴訟 這個我也不太知道 我也要做一些功課 而研究一下他們的憲法 是怎樣 這是純粹一個本地的新聞 可以告訴香港朋友 其實檳城這個地方 也確實是 起碼也叫做一個 為人民著想的首長 大家過來也不用太擔心 我覺得 另外有一宗新聞 就是跟香港有關 香港今天 政府宣布全民派口罩 網上登記 明早開始 如果你是居住在香港 你就可以上網 忘記了Mars.gov.hk 那個網站上網登記 可以一個人幫另外五個 例如家屬成員登記 一次過六個 他就要付身份證 要付出生日期 為何要付出生日期 我又不太明白 香港朋友可能會比較明白 會泡口罩 口罩沒問題 它是一個重用的口罩 可以洗60次 他洗完60次之後 才會慢慢的效果效能 效用 才會降低 也好過沒有 但我看到他今天開直播 有些網民 當然是有很多意見 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就是他的設計 口罩 有些人說 這個就像一條阿婆底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感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要用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看上去也有結婚相似 結婚相似 結婚相似 這個真的不太明白 不知道找誰設計 不過沒有所謂 口罩這些東西 只要實用 外觀來說算吧 另外我看到有一個網民 很搞笑 他們寫了什麼 你知道我們香港 其實很多不同的廣東話 急口令 有入實驗室 緊急按 這個是很基本 很基本 很久以前的 一些類似是我們急口令 盤顧初開的那句 我們香港早前 也不是早前 可能也有十年八年前 我們一個新聞的主播 他就拍一些節目 他就有很多口頭禪 很多金句 他就曾經說過一個 口頭禪 不是應該說 說過一個急口令的金句 就是 郵差叔叔送信純熟 送速送出 他就說了一個郵差叔叔送罩純熟 送速送出 很搞笑 這些急口令 我不知道馬來西亞朋友 你有沒有聽過 十二個字 郵差叔叔 送信純熟 送速送出 我會打字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試試回去玩一下 在這個MCO期間 剛剛準備要開放 沒什麼做 大家可以試試玩一下 不要太悶了 香港有香港的急口令 我不知道馬來西亞 會不會有自己急口令 可能會不會是福建華 檳城 或其他華語 也有 或是馬來西亞 也有 如果大家有的話 不妨 分享給大家看看 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講到這裡 明天差不多時間 我們再見 拜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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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再見 再見